第831章 名震罗天 第三部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清水神色依旧冷漠 目光并未看向血绳子 而是盯着对方身体上空延伸而出的 那数十丈大小的虚幻妖物 眼中露出一丝寒芒 他的幼目 此刻红光闪烁 其内散出一股极致的烟红 更有一股浓浓的沙鸡涌现 一步之下 清水整个人漠然间迈出 他右手之上的黑色雾团 立刻膨胀 却是在刹那间化作三丈多高 直奔血绳子而去 血绳子面貌争鸣中 一指前方古灯 动的并非只是他 就连他身体上延伸出的那股腰 也是抬起巨大的腰肘 指向古灯 这古灯之上 始终燃着一团火光 不远处的亡灵 在这古灯出现的一刻 双目便是凝视 他清晰地看到 在那古灯的灯心处 有一个女子的虚影 仿若在挣扎 一股无声无息的悲 仿若随着火光的燃烧 弥漫在这星空中 在血绳子的一指之下 那古灯之火 瞬间剧烈起来 几乎刹那间 便立刻大涨 火焰中一头骨腰虚影 漠然而出 这古妖的样子 与血绳子身体外的妖物 几乎一模一样 但其上传出的 那可怕的 无法想象的强大气息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 血绳子身体外的妖物 仿若萤火与浩月一般 这才是本体 亡灵眼中寒光一闪 却是一切明雾在心 古灯之上的妖物 正是古妖的本体 至于血绳子 以及摇云体内之物 全部都是 这古妖的分身 妖艳是神 血绳子猙獰的大鹤 随着她的声音咆哮而出 那古灯之上的火焰 烹的一下散开 其内 那真正的古妖本体 在一声声嘀吼下 直接冲出 在这一刹那 庞大的妖气弥漫 不仅是这里 而是整个罗天南狱 在这一瞬间 被无穷无尽的妖气笼罩 仿若在这星空下 有一股来自远古时期的沧桑 苏醒 妖气中 整个罗天南狱内 立刻使得无数修饰体内原力不稳 更是在一些修真心上的凶兽 在这一刻 仿若兴奋一般 疯狂地吸收这妖力 随着那古妖的冲出 他全身弥漫火光 巨大的手爪一伸之下 向着清水抓来 这一抓 蕴含了一种比规则还要霸道的气息 一切的规则在他面前 全部都消散 尤其是其身上的火焰 此火 是无数万年没有熄灭的妖火 可以燃烧着天地的一切 清水眼中露出凝重 冲出之际 右手之上的黑雾团 一抛而出 同时 右目红光一闪 不假思索地 施展出了极境 一道红的极致一般的闪电 从他的右目内 一冲而出 极境现实 立刻这星空内的尘埃 全部避退 一切生灵全部胆寒 在四周浓郁的妖气中 这一瞬间 却是立刻崩溃 被这极致的寒气融入 迅速消散 仿若这一切在极境面前 全部都什么也不是 红色闪电 带着一股极端的恐怖 带着清水一生的杀戮 形成一道极境风暴 以快至不可思议的速度 瞬息中 直奔古灯之上的妖物而去 古妖目中露出一丝震惊 右爪却是没有退缩 直接一把抓住极境 就在这一刹那 轰轰轰的崩溃之声 瞬间回荡 古妖的右爪立刻碎裂 在极境入体的刹那 却是崩溃 这种崩溃 并非只是古妖右爪 而是顺着其身疯狂的蔓延 几乎瞬息间 整个古妖那庞大的身子 砰的一声 完完全全的碎裂 崩溃了 但 就在古妖崩溃的瞬间 古灯之上的火焰疯狂的燃烧 却是从其内 再次凝聚出了古妖虚影 虽说略有暗淡 可在这古妖眉心 却是有一道红光闪烁 若仔细看 可以看出这红光内 居然有一丝 寂静的力量 这世间的一切原始神通 全部都是我古妖一族 叫化而出 唯有这蕴含了一丝 天道的力量 非我古妖一族所拥有 不过 这力量现在 却是属于了我 沧桑的声音 在这天地之间回荡 那重新幻化 而出的古妖 双目露出妖翼之芒 眉心红光瞬间一闪 却是从眉心冲出 化作闪电 直奔清水而去 但 这红色闪电 几乎刚一出现 便在清水的一幕下 轰得一声立刻崩溃 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 迅猛地散开 清水神色冷漠 抬起右手 平静地说道 许牧 你且看好 师尊六大神通中 第四诗 山崩 古灯之上幻化而出的古妖 眼中妖气浓郁 庞大的身子迅速后退 一把抓起血神子 他那旁驳的身躯 却是立刻钻入血神子体内 刹那间 一声声痛苦的嘀吼 从血神子口中传出 血神子脸上青筋鼓起 露出极为痛苦的神色 仿若在他的身上 在这一刻 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他的一头赤发无风自动 迅速延长 尤其是在血神子天灵之上 两只虚幻之脚 居然破体而出 同时 一片清光 弥漫血神子全身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已然不似羞逝 而是一头骨腰 浓郁的妖气从他体内散出 血神子双目 已经没有了焦点 有的只是一团妖光 他整个人咆哮中 一冲而出 直奔清水而去 清水神色凝重 又目红光闪烁 正要出手 忽然那他神色一变 猛地抬头看向上空 这一刻 就连亡灵也是立刻抬头 他隐约感觉到 一股本源的气息 从上方星空降临 这气息不强 但在亡灵感觉 却是似乎只需一个念头 便可让自己全身瓦解 化作本源之力 这 这是第三步 亡灵面色大变 就连选入疯狂之中的血神子 在这一刻 也是神色变化中 瞬间抬头 够了 一个平静的声音 徐徐从星空中传出 紧接着 一个全身由无数星光组成的身影 一步之下 出现在了清水与血神子之间 在这虚幻身影出现的刹那 此人抬起手 极为随意地向着血神子一拍 立刻血神子喷出一大口鲜血 其身体内的骨腰 更是直接被轰击而出 脱离了血神子的身体 带着一脸金蓉 直勾勾地盯着那虚幻身影 古药 你借姚家恢复妖体 此事我不管 但若引起螺天杀结 影响进入联盟之时 我便捏吸你 不灭妖火 此人声音平静 但其内却是有一股 让人心神俱阵的气息弥漫 这一刻的亡灵 仿若回到了千年前 自己是一个凡人时 看到了修士一般的感觉 强大 不可思议的强大 无法抵抗 不能抵抗 甚至连不屈之念 都要彻底熄灭的强大 在这一句话中 毕露 清水仙君 仙界已遂 这里 是罗天星域 那虚幻之影转身 看了清水一眼 这一眼 仿若道眼 他没有威力 但却在清水身体四周 形成了一连串 轰隆隆的雷鸣 回荡之际 仿若这天地 在这一刻 都要屈服在这声音之下 不容反抗 清水依旧冰冷 盯着那虚幻之影 许久之后 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那虚幻之影一片模糊 看不清相貌 他说完这两句话后 伸开双臂 身子立刻化作 无数金光弥漫四周 在亡灵的双目瞳孔收缩下 四周崩溃的星空 迅速地收拢 恢复如常 不但如此 更是在这金光 渐渐远去中 弥漫了整个罗天南遇 所有因这一战造成的毁灭 全部逆转 甚至就连一些修真心上 吸收了妖气的凶兽 也在这一刻 体内妖气被无声无息地化解 你们两个 若再出手 我便全部杀了 留下这一句平静的话语 金光消失 仿若刚才的一切 不曾发生一般 只是这最后的话语 却是拥有一股 可以让这世间一切生灵胆寒 浓郁至极的杀鸡 和杀鸡只是露出半点 便已经可以天地色变 若是全部展现 可以令星空不在 血神子沉默片刻 抓起古灯 看都不看清水一眼 转身一步之下 融入天地 消失在了原处 星空中 只剩下清水与亡灵二人 亡灵心神的震动 此刻仍然没有平复 那种震撼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虚幻之影亡灵 可以很确定 定然就是第三步修饰 此人的出现 不起半点波澜 但 那种来自灵魂之中的惊骇 却是浓郁地划不开半点 仿若 即便是 让这星空彻底地崩溃 让这螺天南狱全部瓦解 只需对方一个念头 亡灵闭上双目 许久之后 他强行把心中的震撼压下 向着清水抱拳 恭敬地说道 多谢 前辈出手相救 此恩铭记 清水目光看向远处的星空 眼中露出惆怅的追忆 许久 这惆怅消散 他看了亡灵一眼 平静地开口道 不必谢我 我不管你如何学得了呼风 既已学会 那便是师尊隔代弟子 我清水在这螺天星域 没有任何牵挂 遇到你 许是师尊冥冥之中安排 你体内尚未形成仙缘 若无声仙池 凝聚不出仙缘 眼下雷仙殿的一百零八仙 天罡三十六仙 可拥有进入生仙池的机会 你可去争取一下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二章 明镇罗天 目标 一百零八仙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若能成 我便传你换语 以及洒斗成冰仙术 若没成 则你 与这两个仙术无缘 我就你一次 也算了却 你因呼风与师尊的一丝机缘 好自为之 清水看了亡灵 一眼 略意犹豫 抬起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一滴晶莹剔透的雨滴冰晶 凝化而出 飘向亡灵身前 此物蕴含三次幻语仙术 留作防身 清水转身 走向虚空 渐渐地远去 在消失的一刻 他眼中惆怅之色更浓 难难道 此人 比师尊强 比师尊强 只是 在他的身上 我却总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一定见过他 亡灵望着清水远去的身影 沉默许久 向着那里略移鞠躬 抓住水滴冰晶 身子一晃 消失无影 那个人 一定是第三步的修士 这罗天星域内 居然有这等修士存在 亡灵身影融入天地 向着里略家族所在而去 就是不知 在联盟星域内 是否也有第三步修士 此人太强 即便是碎孽修士在其面前 也无任何反抗之力 亡灵身影在星空中踏出 眼内露出金光 不过 我从天逆珠子内 看到了第三步的方向 终有一日 亡灵墓中金光更浓 身子向前一踏 再次融入天地之中 缩地成寸而去 罗天南域内 一处偏僻的星域中 有一颗修真心 此心名为破灭 在很久之前 他之名 不但在罗天南域赫赫 甚至整个罗天星域中 也是大名鼎鼎 传承之上古的晋制家族 李家 掌握了破灭晋 其家族的实力 极为强大 曾一度名震罗天 只是 无数年之后 李家的没落 破灭境的流出 却是渐渐使得李家 从那顶峰的位置 遗落千丈 时至今日 李家的辉煌 已然没有多少留下 只是存在于记忆之中 但却被尘埃覆盖 不起光芒 更是随着李家 一族族人的凋零 渐渐地 就连那记忆 也模糊起来 仿若不在 破灭星 更是变得荒无人烟 没有修饰来此 若非是李家 无数年来在这破灭星上 留下的禁制大阵 恐怕就连这破灭星 也都无法保留 在这破灭星上 李家祖宅内 李渐一脸没落 呆呆地望着前方 雷之仙界的一行 他对于许牧 极为感激 尤其是最后 许牧把他送出 自己却留了下来 许兄 姚家对你的追杀 非我李渐不帮 而是我无能为力 李渐一脸苦涩 他有心相助 但 以他的修为 面对姚家 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会拖累 长叹一声 李渐站起身子 走出房间 望着天空 雷之仙界的一幕幕 在他脑中闪过 许兄 若你能来 我将毫不保留 把破灭星进传你 李渐喃喃自语 忽然他神色一动 盯着天空 片刻后 目中露出惊喜 半空中 一片波纹突然出现 向着四周回荡 仿若这一刻的天空 变成了一汪泉水 那波纹 便是阵阵涟漪 波纹之中 王林的身影 一步走出 他身在半空 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地面上的李渐 微微一笑 向前迈去 李家祖宅祠堂内 一座黑色的水池中 王林与李渐二人 盘歇而坐 池中之水 透出刺骨之寒 缓缓地起了漩涡 只不过这漩涡很弱 徘徊二人身边 在旋转之中 荡起一波波涟漪 李渐双目紧闭 眉心之中 一团黑光环绕 渐渐地散出之后 顺着身子 化作一条条黑线 融入池水之中 这些黑线一碰到池水 立刻便仿若蛟龙入海 顿时剧烈地翻滚起来 在池水中 掀起更大的涟漪 王林盘息 坐在李渐的对面 他二人在这里 已经吐纳了三天 三天前 王林来到这破灭星 与李渐叙旧之后 便在李渐的邀请下 来到了此地 传承破灭心境之术 这破灭境 唯拥有了心境 才可以完全地发挥威力 只是这心境的传承 只能在李家祠堂进行 否则的话 无法传承 从李渐眉心散出的黑线 融入池水中 翻滚之下却是消散 仿若与池水化为一体 同时 在王林的身体四周 黑色的池水 顺着其身体向上蔓延 最终在眉心位置凝固 时间慢慢地过去 李渐的脸上 疲惫之色 渐渐露出 传承心境 在他们家族中 往往是先被灵归西之前 才会施展而出 给指定的族人传承 眼下 他为了报恩 却是毫不犹豫 把体内的心境传承 奋出了一半 送给了王林 在第五天 李渐的样子 仿若苍老了不少 仿佛这五天 对他来说 是五十年 他眉心之上的黑光 此刻已经暗淡 很是微弱 其中一大半 化作黑线 融入池水中 整个池水内 那漩涡更为剧烈 不断地旋转之下 渐渐如同起来风暴 拖着疲惫的身子 李渐走出池水 盘西坐下 望着池水内的王林 他喃喃自语道 许兄 你知恩 李某报答了 他壁上充满了血丝的双目 整个人透出浓浓倦意 打坐吐纳 为了这次报恩 他付出了太多 心境送出了大本 使得他静止修为 跌落了不少 王林盘西在那池水中 池水内的漩涡越来越剧烈 在第六天时 形成的漩涡风暴 使得所有池水上涨 扬起之际 把王林全部弥漫 寒气四散 四周居然出现了一片片双寒 甚至有的地方 已然结冰 在那不断旋转的黑水中 一道道黑线 融入王林眉心 组成复杂的花纹 一层一层 迅速地烙印 此刻王林 仿若进入至了一种 极为奇异的状态中 有关破灭镜的一切 全部在他心中浮现 与他之前所学的静置 一一印证 一一对比 一一融合 对于静置阵法的种种玄妙 更是在那黑线不断地烙印下 在他的心神内 越加地深刻与明雾 在第九天 王林漠然间睁开双目 立刻其身体四周外的那黑水漩涡 轰得一声崩溃 向外猛地激射四散 与此同时 大片的寒气更是爆发而出 王林掩露奇异之光 这光芒中 透出无数静置闪烁 这一刻他的双目 如同可以看穿着天地一切静置 他抬起右手 向前一指 立刻那向外散出的所有黑水 全部一颤之下 凝聚而来 在王林的手心之上迅速融合 最终化作了一个黑色的小球 此球之上黑光闪耀 透出一股诡异的寒芒 映照之下 仿若把这祠堂笼罩在了阴森之内 盯着那黑色的小球 王林闭上双眼 片刻后 他猛地睁开 一拍储物袋 立即从其内飞出大片的泥土 这些泥土 均都是他在雷之仙界 与李源指点下收取 此刻泥土飞出 在王林左手一挥下 全部融入黑色小球内 渐渐地 这小球迅速凝固 就在这时 王林张口喷出原神精气 冲击在了小球之上 立刻这小球黑光瞬间大浓 却是在王林的目光下 渐渐地收缩 改变了形状 最终成为了一个八角螺盘 每一代破灭新晋传人 都要拥有自己的新晋螺盘 恭喜许兄 一旁的李源 睁开疲惫的双眼 目中露出喜色 这喜色很真诚 没有半点虚假 王林手中的螺盘 融入手心 散及眉心 一闪之下 消失无影 王林一步 来到了李源身前 抱拳道 李兄 多谢 李源微笑 摇头道 许兄不必如此 你对我李家有恩 这本是我该做之事 不知许兄 接下来如何打算 王林目入沉吟 他多日前 来到这破灭新 与李源叙旧之时 便从李源这里 听闻了诸多之事 甚至有关自己 魔道子的称呼 也已经知晓 想到李源曾说 雷仙殿的108仙 展开争夺战 以四大新玉为赛场 王林心中有了决断 不仅仅是为了 清水所说的两大仙术 最重要的 则是那来自 东林心向家的承诺 36天刚仙 可以获得雷仙殿 以及两个传承上古的修真家族 一见沉默 王林双目金光一闪 开口道 李兄可有兴趣 抢夺这108仙之一 李源沉默 许久之后 他苦笑道 以我的修为 去了 也是无用 我准备闭关前修 争取可以突破 达到阴虚 说此话时 李源眼中露出果断之色 为了家族可以重新辉煌 他却是下了大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争取突破 王林点头 平静地说道 以李兄的资质 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他略意沉吟 一拍储物袋 立刻手中多出一枚玉剪 名神之下 当年的雷元爵 刻在了旗内 李兄 这玉剪内有一套功法 你谨慎修炼之下 突破之机可增大不少 李源接过预检 宁神一看 却是为之动容 他李家虽说传承之上古 但时至今日 却是很多典籍都已经流失 剩下的 唯有破灭心境 实际上 却是连一个普通的修真家族都不如 雷元术这种雷仙殿的功法 在他看来 虽说不是珍贵 但却绝对少见 他略一点头 沉声道 许兄 你我之间 李某就不提谢字 若我有一日可突破 定会寻你 我二人如雷仙界般笑傲星空 定是一件恶事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说道 李兄 告辞 说着 他身子向前一踏 直接走出 脚下波纹散开 整个人融入其内 消失不见 明日 三哥 罗天收尾 很多熟悉的面孔 将会一一出现 可还记得那染云心上 女扮男装的女子 可还记得雷仙界内 对王林有好感的 西子凤 还有战空烈 深宫虎等等 108线 明日展开 另外 灯泡 MM组织了一个书评活动 朱雀悲真文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有七点必拿凹 很期待 大家写出心中的故事与感动 让耳根分享一下 详细内容 见书评区置顶 本章完 第833章 明镇罗天 来临 第一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雷仙巅峰罗天 108线 以东西南北四大星域为封号之地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此次封仙 开创罗天自仙界崩溃以来仙河 更有当年的仙君清水传法 除此之外 两个传承上古的修真家族承诺 以及那神秘的远古家族 宋出生先持资格 这一切 无一把封仙之举 推到了巅峰 在进攻联盟星域之前 以此封仙之事 把整个罗天星域的战役 掀起至高昂 无数修真家族 在罗天东西南北四大地域内的指定场地 在雷仙殿派出的使者见证下 分别选出108人 将会去雷仙殿 进行最终的封号之战 罗天南域 三大主星之一的地炎星 在此星外 一片浩渺的星空中 此刻方圆千里内 笼罩在了一片璀璨的光芒之下 千里外 则是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的修士 罗天南域的封号战场 便是此地 千里外 一颗颗帐方的青石漂浮 每一个青石之上 全都盘膝 坐着一人或数人不等 这些青石的数量极多 弥漫四周 青石 是罗天南域 为所有观看封仙争夺之人准备 整个罗天南域 此刻在这千里外 上下左右之修士 不下数万 这些人的修为不等 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处于修道的第一步 此番来到这里 除了是陪同各自家族的封号争夺者外 便是抱着大开眼界 见证仙法的目的 在四周无数的青石中 还有不少赤红之石 其上虽说同样做着修士 但每一个 均都是双目金光闪烁 战意滔天 他们 便是获得了罗天南域发布的 争夺封号资格者 这些赤红之石 约有三四百个 罗天南域选出的一百零八 拥有去雷仙殿资格之人 便是从他们中选出 此刻 千里战场内 两个修士正在私斗 种种神通之术弥漫 却是斗得旗鼓相当 但听喷喷之声回荡下 四周的观看者 纷纷凝神 尤其是那些接下来要参战者 更是目不转睛 当然 也有一些修士 只看一眼 便收回目光 显然这种程度的战斗 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战空烈 便是其中一个 战家是一个大家族 战空烈身为战家小辈中 最优秀者 此番难遇封号之战 战家对他的要求 便是前十 前十 若无意外 自属囊中之物 战空烈目光一扫 落在了远处 一颗赤红之石上 在那上面 深宫虎盘膝而坐 双目闭合 此刻仿若察觉 睁开双眼 看向战空烈 二人相视一笑 便收回目光 深宫虎目光收回之际 落向远处虚空 神情略有暗胆 尊主 被姚家追杀之事 他本想去帮助 但家族中 却是老祖亲自出面 阻止了他的行为 深宫虎虽说不甘 但最终 却是不得不屈服 但内心 却是冷笑 按道这姚家招惹尊主 实在是找死 后来的事情 虽说出乎了深宫虎的意料 但在姚家的追杀下 尊主一次次反击 使得大量的修士身亡 更是获得了魔道子的称呼 最终 更是在罗天北域一场惊天动地之战 使得许牧之名彻底震响 这一切 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声名赫赫 但却与深宫虎的印象不符 他为此沉默了很久 回想之前的一幕幕 却是内心泛起了苦涩 以深宫虎的心智 此刻却是有了猜测 恐怕那许牧 并非如我想象一般强大 其修为 怕是还不如我 即便再精进 也只是与我一样 都是杨氏巅峰罢了 深宫虎内心极为复杂 收回了看向虚无的目光 内心同样复杂的 还有战空烈 他的心绪 与深宫虎相似 在亡灵被姚家追杀的一幕幕下 他渐渐地有了名误 随即则是复杂的苦意 许牧 没想到我战空烈 居然也有被人蒙骗的一日 此人的修为 我根本就不是看不透 他的修为本就是那样 何来看透之说 此人定是在雷仙界内有了奇遇 所以才可达到杨石 而非我之前 所想隐藏修为 此人即便是现在 定然也还是杨石修为 我却是看错了他 战空烈内心暗叹 涌现极为失望的心绪 在战空烈的身后一处青石上 战云盘膝而坐 他望着战空烈 看到对方眉头皱起 芳心一探 他很明白 表哥又想到了前辈 这段日子来 前辈的名字 彻底地名扬罗天 每次他想起在雷之仙界的一幕幕 内心都是极为震撼 那种冲击的力量 若非是前辈带头 恐怕现在他已然身亡 此刻在远处还有一颗赤红之石 唐延峰盘膝坐在旗上 他目光阴沉 看到了这一幕 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战空烈 申公虎 唐延峰 他们三人 在罗天南狱 大名鼎鼎 被称之为南狱三简 四周的观看者 除了各个修真家族外 还有数人 便是负责此次封号之争的抉择人 其中有三人 来自雷仙殿 三人中有两个 轻袍在身 神色冰冷 双目内 引有雷光闪烁 还有一人 面露沧桑 身穿紫袍 始终闭着双目 仿若对眼前的一切 毫不在意 那两个轻袍雷仙殿使者 对于此人极为尊敬 不但他二人如此 就连四周几个 罗天南狱内的家族老祖 也均都是 对着紫袍老者 很是恭敬 除了这三人外 罗天南狱各个家族的老祖 也来了不少 这些人所作之时 为白色 白石不多 只有不足十几 但每一个上面所作之人 均都有赫赫生命 只是 深宫家族的老祖 与战家列云子 却是没有来此 千里光幕内的斗法 渐渐地到了尾声 阵阵法术之光四射下 交战二人所在的修真家族 纷纷凝视而望 片刻后 其中一人却是身子一颤 神通铃身之下 面色苍白 嘴角流下鲜血 迅速后退 眼看对方追击而来 这人暗叹 后退中沉声道 在下认输 一声长笑 自追击之人口中传出 此人身子一转 放弃了追击 光幕内虚影晃动 出现了一人 此人一身轻袍 正是雷仙殿使者之一 他出现之时 雷光闪烁 仿若雷鸣咆哮 目光一扫 他平静地说道 李夜圣 就在这罗天南玉帝 言心外的封号之争 进行之时 在距离此地数十万里外 亡灵的身影 从天地虚无中 幻化而出 他目光冰冷 摇摇地看了一眼远处 李原曾说 这罗天南玉的封号争夺 定在了地言心 且每一个参与者 都需要有罗天南玉 给予的资格令牌 若无令牌 便不得参战 且一旦开始 将封锁方圆十万里内 若是去得晚了 就不得入内 亡灵冷哼忠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他脚下波纹散开 两步之后 整个人再次消失 地言心十万里外 每隔千里 便会盘膝坐着一个修士 这些修士数量极多 呈环形 把地言心包围 形成封锁 使得外人不得入内 一道道灵力 从他们体内散出 弥漫之下相互连接 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系 一旦一个位置有变 立刻就会被全部人察觉 梦灵此刻 盘膝坐在星空中 神色中露出不愤 他身为地言心上梦家族人 原本想要借这个 争夺封号的机会 看一看种种仙术 但却被家族派到了这里 心里很是憋火 想到家族中几个同辈 在知道自己被安排守护这里后 那一个个幸灾乐祸的表情 梦灵更加烦闷 即便是想静下心碍打坐 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此番仙人封号争夺 尤其是那难遇三劫 他们的种种神通之术 若是可以看到 定可对自身有莫大的好处 哎 梦灵暗叹 他修为只是应变后期 且停滞了很久 始终无法踏入问鼎 此刻叹息中 突然他双目瞳孔一缩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只见在梦灵前方摆战外 那虚空中 漠然间出现了一圈圈波纹 回荡之际 从其内走出了一人 此人一身白衣 黑发无风自动 尤其是双目露出难以言明的的光彩 梦灵的目光与其一望 便立刻脑中轰的一声 仿若无数雷鸣在耳边疯狂的炸响 体内原神险些崩溃 灵力顿时涣散 直欲从体内脱离而出 他整个人 在这一瞬间 失去了知觉 亡灵身影一晃 从梦灵身边走过 一直到走出很远 那梦灵才会过神来 他眼中露出迷茫 回头看去 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奇怪 刚才怎么会恍惚起来 梦灵挠了挠头 想不出原因 叹了口气 开始打坐吐纳 奇异的是 这一次吐纳 却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只是片刻 便整个人沉入修炼之中 第一更送上 今日三更 共九千字 一会还有第二更 接下来还有第三更 今天周末 耳根把去参加朋友婚礼的事都推了 全新马字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四章 明镇罗天 我要第一 第二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帝言行十万里内 亡灵并未融入天地 而是一步一步 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 向前而去 他之所以 没有融入天地 缩地成寸 是因为此战 对他来说 极为重要 通过这一步一步 他的心态平缓 双目冷静的可怕 更是有一股战役 在这一步步中 越来越强 越来越力 越来越直逼前方 这战役 随着亡灵不断地前行 疯狂地攀升 到了最后 仿若在亡灵的身后 形成了一股风暴 这风暴太强 其内蕴含了亡灵 此刻滔天的战役 一百零八仙 我要的 不是七十二地煞 而是三十六天刚 亡灵眼中露出寒芒 他必须要赢 一定要胜 想要争夺真正的一百零八仙 眼下是第一步 只有在这罗天南狱内 成功地获得了资格 方可问鼎 战役所化的风暴 在亡灵的身后 疯狂地弥漫 使得他整个人 气势居然隐约 与这天地融合 更是在这风暴中 有黑白二色的阴阳双鱼 扩散之际 一股股波纹散出 横扫方圆数万里 还在不断地扩大 战役从亡灵心中所化 他心中此刻蕴藏天地杀鸡 一头黑发飘舞 使得他在这一刻看起来 仿若一尊魔仙 那白衣在身 透出的不是雪白 而是骨色 这一战 亡灵不但要赢 而且还要赢得极为利落 只有如此 方可彻底地名扬罗天 只有这样 才可以在与相家之人 谈出要求时 有让相家不得不重视的资格 晚而 亡灵眼中的战役 浓郁至极端 但在这极致中 却是有一丝碑 始终存在 这杯 来自他的碗 他始终记得 李木碗最后一滴眼泪落下时 那全世界在他眼前坍塌的错觉 那整个星空 虚无在耳边 被隔绝的悲哀与寂寞 他 永远 也不能忘记问鼎之时 为了心中的不舍 甘愿与天斗 逆休而上 来到这罗天星域 经历了众多战事 这一切 全部都是为了 让婉儿复活 当年那画轴封印那相家女子的话语 那仿若无数雷鸣 在亡灵心中回荡的震撼 正是让他来到这罗天星域的最根本原因 他 不能败 还有清水的约定 也同样让亡灵 不能败 带着这种极端的信念 带着不能败的战役 亡灵体内的原力 疯狂地运转 他身后战役所化的风暴 更是膨胀 其内阴阳双鱼 旋转之速更快 这战役之强 疯狂地散开 刹那间 回荡地言星数万里内 随着亡灵一步步的前行 渐渐他速度之快 比之奔雷 比之流星 比之长虹 都要快上数倍 在这种速度下 亡灵整个人 直接冲入地言星三万里内 在这一刹那 地言星外千里光幕内 那交战的两个修士 立即面色瞬间苍白 眼中露出惊骇 甚至忘记了彼此厮杀 猛地转头 直勾勾地盯着远处 那让他们心神巨震的源头 这一刻 不但是他二人 四周万里内 几乎所有人 全部都神色变化 纷纷迅速看向远处 雷仙殿使者中 那两个青袍男子 同样面色一变 心脏砰砰加速跳动 全身血液仿若未知凝固 只有那原力 在体内以可怕的速度 自动运转 仿佛若不如此 便无法抵抗一般 旁边的几个修真家族老祖 也纷纷从打坐中 睁开双目 盯向远处 为之动容 一个个双目金光闪烁 露出惊人之芒 好强的战役 他们尚且如此 更不用提其他人 万里内 所有坐在青石之上的 各个修真家族族人 全部眼露震惊 看向远处 他们的身体内 灵力疯狂转动 几乎不受自己操控 在那庞大的 不可思议的战役下 他们若不如此 便会立刻心神受创 这战役 太浓 这战役 太强 这战役 太过霸道 战 无穷的战役 仿若化作了一个战字 如同音爆 轰隆隆地 在万里内 所有修士耳边回荡 这战字无声 但在这一刻 却是可以让所有人 从心神中感受 震动之下 其中一些修为不高者 立刻便喷出鲜血 受了伤患 他们败 便是败在这战役下 心中生起了 不可抵抗的念头 神弓虎双目 瞬间地凸起 他猛地站起身子 一股来自灵魂内 无法抵抗的气息 如同洪水一般冲击 更是在他的心神内 仿若前方远处的虚空中 有一头远古凶兽 正一步一步走来 那无穷的战役 刺激得他热血沸腾 使得他仿若心中憋了一口气 若是不吐出来 便会受伤 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之处 便是这战役内 有一股让神弓虎极为熟悉的气息 他心中的苦涩与那憋着的气息交错 形成一股复杂的心绪 弥漫全身 尊 尊主 身弓虎身子颤抖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失望 本以为 自己已经对尊主失去了信心 本以为自己 被对方蒙骗 仿若一个傻呆之人 但 在这一刻 他心中却是涌现出一股力量 这力量 让他再次激动 只是这一次的激动 却是有了一丝不甘 好 身弓虎一声咆哮 化作庞大的气息缭绕全身 这气息环绕下 更是吸收了身弓虎此刻心中的种种复杂的情绪 最终同样化作了一股战役 滔天而去 仿若形成了一条巨龙 向着远处怒吼 不但是他 此刻站空列 同样站起身子 盯着前方 他没有如身弓虎般 可以察觉出许慕的来临 但他却可以 从这战役内 找到一丝熟悉 带着心中的猜测 带着在这战役下的压迫 带着他身为战家族人 那种不屈天地的气势 他在深宫虎的咆哮之后 整个人仿若一把出鞘的利剑 爆发出一股滔天的战役 这战役同样化作巨龙 但却是一条剑气之龙 从他身体内冲出 唐延峰 缓缓地站起身子 一股浓郁的杀鸡 从他身体内爆发 他整个人仿若闪电 一步之下走出 直奔前方那战役来临之处而去 他双目之寒 杀鸡惊天动地 这杀鸡与战役融合 形成了一股风暴 横扫之际 与深宫虎 战空列的战役融合 疯狂地向前对抗而去 在这压迫下 同样被激发出战役之人 并非只有他们三个 几乎片刻后 陆续便有数十道战役冲天起 带着不屈服的念头 仿若雷鸣 轰隆隆地传递开来 这一幕 使得四周所有修士 全部震惊 唯独那来自雷仙殿 身穿紫衣的老者 始终神色平静 双目闭合 没有半点变化 种种战役所化的风暴 压去之际 却是立刻与亡灵碰撞 一声轰隆的惊天巨响之后 仿若这数万里的星空 都在颤抖 亡灵 一身白衣 从远处 一步一步地走来 随着他的到来 在他的前方 众人的战役 如同犹若实质 被一点点地压下 被亡灵此刻的双目寒芒 被他此刻的心神杀鸡 被他此刻的滔天战火 毫不容情地压下 一声嘀吼回荡 唐延峰整个人直接冲出 其手中一把红色长剑 散发出惊人的剑气 随着他全身原力的运转 更是有阵阵神通 在身体外展现而出 化作一片片血色的红莲 环绕之际 直奔亡灵 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些修士 纷纷在这战役下压迫不住 奋起而出 冲向亡灵 亡灵双目寒光一闪 一步踏出 右手抬起之际 立刻体内原力轰然而动 化作一场崩溃的风暴 轰的一声 弥漫四周 窥涅出气的修为 在这一刻 从亡灵体内 全部展现而出 横扫天殿 原力疯狂地散开之际 唐延峰的双目 露出一丝惊骇 他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之人 修为居然突破了阳石 达到了窥涅 就在其双目惊恐的瞬间 亡灵一步来临 斩罗绝直接闪烁而出 落在唐延峰的红色长剑之上 此剑砰的一下 立刻碎裂 化作碎片倒卷 在唐延峰失声顿起的刹那 亡灵铃声 双指成剑 破开了对方的一切神通 使得唐延峰身体外的所有红莲 在这一刹那 全部崩溃 轰轰之声回荡间 亡灵的右手双指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按在了唐延峰的前胸 砰的一声 唐延峰整个人喷出大口鲜血 倒卷而去 其体内轰轰之声不断 更有无数雷光宣泄 原神重创之下 远远地抛出 这一切 都是在刹那间完成 快得不可思议 以亡灵窥涅修为 击退一个阳石巅峰 实在是微不足道 若他有心杀之 刚才那一指 定可让唐延峰身亡 此刻收指间 他眉心第三幕一开 鸿芒暴闪 随着亡灵转身 一片红光散开 那些随唐延峰之后来临的修士 却是一个个神色大变 身体外的种种神通 全部化作本源 一个个口喷鲜血 仿若重疮 直接倒卷而回 这罗天难遇108资格 徐某 要第一 亡灵目光冷漠 缓缓开口 徐某 四周修士中 立刻有人惊呼 魔盗子徐某 他就是徐某 我亲眼见过 第二更送上 本章完 第835章 明镇罗天 报恩 第三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许墨 在罗天西域图星的许墨 此人被姚家追杀 最终却是让姚家大败而回 天穷令下 仍然完好无损的第一人 传闻姚家此番损失惨重 被这魔盗子许墨屠杀众多族人 不但如此 当初参与姚家之战的许多修真家族 一直到现在都忐忑不安 这许墨活着一天 他们都要担心受到报复 种种的议论之声 在片刻的沉默之后 却是爆发而出 许墨之名 太大 在这罗天星域内 几乎无人不知 深宫虎呆呆地望着王林 内心的复杂 渐渐涌现 只是在这一刻 王林窥孽初期的修为 却是让他大吃一惊 这种震惊 从内心深处弥漫 涌现全身 他实在是分不清 眼前之人 到底是否真如自己所想 战空列同样呆住了 那怎么也没想到 那战役中熟悉的感觉 居然是王林 尤其是王林的修为 更是让他彻底的迷茫 第一次看见他 是问鼎后期 第二次 是杨时境界 眼下第三次 却是达到了窥孽初期 他 真的没有隐藏修为吗 战空列迷惑了 前辈 在战空列的旁边 战云带着惊喜 站起身子 迅速飞去 在王林数十丈外 立刻抱拳 神色极为恭敬 不仅是他 此刻地言心万里内 还有一些正是当日被王林 带出雷仙界之人 他们一个个极为激动 纷纷飞去 立刻攻身拜见 看到这些人 王林略一点头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阴沉的低鹤 从远方一处白石之上 徐徐传来 那白石之上 盘膝坐着一个老者 老者身边 则是那处于昏迷之中的唐延峰 你 有什么资格 敢要我罗天南狱这一百零八中的第一 没有参战的资格 你如此行径 等于无视我罗天南狱所有修饰 老者盯着王林 目录杀鸡 在他看来 这许牧虽说没杀唐延峰 但却使得唐延峰重伤 即便是伤势恢复 修为也会大范围退路 眼下这封仙之争 却是没有了半点机会 王林神色冰冷 摇摇地看向这老者 就在这时 在王林百丈外 一个中年修士 此人是王林当初雷仙界内所救之一 他沉默片刻 一咬牙 猛地看向那唐家老者 沉声道 我罗天南狱陈家 举荐许牧前辈 拥有参战资格 不知我陈家 有没有这个资格 唐姓老者目光一闪 不去看向这中年修士 而是看向不远处陈家此地来临的老祖之一 此刻 又有一个修士站出 这修士略有苍老 站出后 看向唐姓老者 沉声道 罗天南狱赵家 举荐许牧前辈 拥有参战资格 不知我赵家 在唐老前辈眼中 可有这个资格 罗天南狱李家 举荐许牧前辈 拥有参战资格 不知我李家 可有这个资格 一个身穿藏蓝衣着的中年男子 踏出一步 看向唐姓老者 郑家 同样举荐许牧前辈 不知我郑家 有没有这个资格 在那中年男子之后 一个身穿彩衣的少妇 同样走出 声音虽轻 但却透出一股坚定 在下身为苗家嫡系族人 举荐许牧前辈 我苗家 身为主星家族之一 唐老前辈 苗家有这个资格吗 黑衣如幽 一个面色冷漠的青年 缓缓走出 这四人均都是 被王林在雷仙界所救之人 他们对于王林 一直感恩 只是在姚家追杀之下 却是受家族所祖 无法相助 内心深处 对于王林 一直愧疚 此刻 却是豁出去 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王林的身旁 这一幕 让那唐姓老者面色一变 就连那陈家的老祖 也是一正 随即嘴角露出苦笑 索性闭上双目 不仅是他 其余几个支持王林的修真家族 带头人全部闭上双眼 不闻不问 虽说如此 但若是有人质疑他们家族的资格 这些人 是会讨个说法的 帝言心孟家 举荐许牧前辈 不知我孟家 可有这个资格 又有一个修士 挺身而出 毫不畏惧地 看向那唐家老者 雷云心百里家 举荐许牧前辈 水明心司空家族 举荐许牧前辈 帝言心周家 举荐许牧前辈 天兰心宁家 同样举荐许牧前辈 不知我宁家 身为主心家族之一 可有这个资格 在那数人之后 越来越多的修士走出 站在亡灵旁边 看向孟姓老者 这些人 毫无例外 全部都是在雷仙界 在亡灵的带领下 冲出活命之人 眼前的一幕幕 让唐姓老者大吃一惊 内心一震 他眼中金光闪烁 看向那一个个 站在亡灵身旁 凝视自己的小辈 即便是以他的修为 此刻也是 沉默下来 这些小辈不算什么 但他们这么做 其家族的长辈 居然没有反驳 而是一个个闭目不语 这一切 让唐姓老者内心第一次 对于眼前这个许牧 产生了一丝震惊 他的修为 同样达到了窥念 但却与亡灵一样 都是窥念初期 只不过显然是进入窥念 时间较长 已然达到了初期的巅峰 在罗天心狱内 寻常的修真家族中 阴阳虚实境界者 就可称之为一族老族 除非是另有机缘 否则的话 不可能出现窥念者 唯有那种主心之上的 修真家族 才会拥有窥念修士 但 也绝对不多 每个家族 能有一人 便已经是极限 只有如唐家这一类 仅次于姚家传承 仙界的修真家族 才会拥有数位 真正踏入第二步的修士 这是家族底蕴所在 数万年的积累 强求不得 老者 便是唐家 处于第二步的四人之一 同时 也是最弱的一人 战空烈 代表战家 举荐许牧前辈 拥有资格 唐老前辈 我战空烈 可有这个资格 战空烈沉默片刻后 抬起头 盯着唐家老者 老者面色更为阴沉 申公虎 举荐许牧前辈 拥有资格 申公虎话语不多 此话说出后 眼中露出一丝坚定 唐家老者冷笑起来 正要说话 但就在这时 一个平静的声音 从雷仙殿使者三人中 那个身穿紫衣 始终闭目的老者口内 徐徐传出 许牧 有资格 此言一出 唐家老者面色彻底一变 他知道那紫衣老者的身份 听到对方的话 却是根本就不敢反驳 冷哼中大袖一甩 卷起唐延峰 直接而去 唐家族人 一个个迅速飞起 跟在老者身后 远远地离开 在临走之际 这唐姓老者 狠狠地看了王林一眼 其目光中 透出杀鸡 王林平静地看去 开口道 报 这报字 出口的刹那 唐姓老者一震 却是立刻面色一变 转身之时 他卷着的唐延峰 立刻身子一震 却是轰的一声 化作无数血肉崩溃 就连其元神 都在这冲击中立刻碎面 根本就不给那老者 任何救援的机会 王林早在之前 便在这唐延峰体内 留下了一道 隐藏极深的力量 除非是修为高出他一筹 达到了窥孽中期 否则的话 断然不可能 短时间内发现 此刻既然唐家之人 对他产生了杀机 王林便毫不犹豫地 引爆了那力量 使得唐延峰 彻底灭亡 你唐家 莫要成为第二个姚族 王林声音很是平淡 可其内蕴含的杀机 却是浓郁得如同寒风 许莫 那唐家老者大怒 带着一丝痛心 猛地钉向王林 更是一步之下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神色如常 抬起右手 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 从那雷仙殿使者中的 紫衣老者口中传出 这老者双目第一次睁开 露出冰寒之光 封号期间 不允许私斗 唐山 带着你唐家族人 给老夫滚 待结束了封号之后 你若要寻仇 可学那姚家自行解决 唐姓老者声声止步 沉默片刻 愿读地盯了王林一眼 转身带着唐家族人 迅速离去 你要这难遇 一百零八字格的第一 雷仙殿子一老者 看着王林 目光一闪 平静地说道 王林望着老者 以他此刻的修为 在这老者的身体内 可以隐约察觉出 有一股极强的原力波动 此人王林看不出修为 但想来 应该比之 血足要差上不少 即便不是静涅期 也一定是窥涅后期巅峰 正是 王林平淡地开口 语气中 透出果断 更有战意涌现 好 若此地无人挑战你 老夫就把你定为 难遇资格的第一人 子一老者 眼中露出一丝赞赏 缓缓说道 可有人挑战 子一老者目光一扫 在难遇众多 坐在赤红之时上的修饰 一一看去 最终 落在了一人身上 此人一身黑衣 约四十许岁 并脚略有苍白 在他的身前石头上 插着九把刀 即便是之前 王林战役压来之际 他也同样 没有半点反应 始终沉默打坐 唯独在王林露出 窥涅初期的修为后 他才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 微不可查的战役 战空烈 向许牧前辈挑战 一个突兀的声音 突然响起 战空烈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复杂与迷茫之色 但其内 却也有战意 他向王林仪抱拳 恭敬而道 若许牧前辈让战某心服 战空烈院送出悼念 奉前辈为尊主 征战联盟 此言一出 立即在这万里内 掀起弥天大浪 第三更送上 九千字 只多不少 求月票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六章 明镇罗天 九屈天刀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王林仪式神通 击退唐延峰 更是展露出 真正踏入第二步 窥涅初期的修为 面对这样的实力 战空烈的话语 在所有人心中 升起不同的思绪 留给四周观看的 修士思考的时间 只是刹那 战空烈的话语 刚落 他便一晃之下 直接进入千里光木内 目光如炬 他看向王林 神色极为凝重 抱拳道 许牧前辈 请赐教 王林神色如常 望着战空烈 他的目光 以一种俯视的角度 落在战空烈身上 此刻的王林 与当年 却是迥然 当年 他只能冒充前辈 即便是在雷仙界 也只是与战空烈修为相当 言谈之中 仍然要谨慎一些 但 现在 他的修为突破了阳石 真真正正地达到了第二步 窥孽初期 再看这战空烈 王林心神一片平静 他的目光 不起半点波澜 你不是我的敌手 念你之前与我有救 退下 王林收回目光 平淡地说道 战空烈沉默 他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复杂 沉声道 前辈 晚辈七百年前 于天雷星 感悟雷中不屈之意 把那不屈天地之威 融入自身 回到家族 静坐先祖一物 站自帖下 冥想百年 自成意境 我的意境 便是那不屈的战意 战 是某性 同时 也是某之意境 唯有战意 凭着此意境 我修为突飞猛进 一路平坦 直至四百年前 达到阳石 时至今日 我却是寸步未尽 前辈 我知道 是对 是错 此言一出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的修士 均都沉默 甚至一些修真家族的老祖 也目露沉思 显然 这个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始终存于心中 我曾询问过战家老祖列云子 但 得到的答案 让我更加迷惑 战空列望着亡灵 沉声道 请前辈 为我解惑 亡灵目光平静 看了战空列一眼 平淡地说道 你的战意 很脆弱 战空列眼中露出金光 但瞬间 这金光变暗淡 他整个人 更加沉默 想必你的先祖 给你的答案是 挑战 挑战这星空下 一切与你修为相近之人 在不断的战斗中 感悟战役 在不断的胜利下 巩固战役 直至进入一种类似战狂的状态 此地 便可突破 达到窥念 战空列身子一颤 猛地抬头看向亡灵 亡灵的话语 虽说与猎空子不一样 但其内核心的含义 却是惊人的相似 请前辈指点 为此 战谋 甘愿送出悼念 战空列退后几步 向着亡灵深深的一拜 悼念都可以随意送出 所谓的不屈 又有何用 战空列 念你之前与我有救 我送你一句话 以不断的战斗凝聚出的战役 很强 但这种强 却是有限 真正的战役 是心中有了信念 有了让你不得不战的悼念 有让你必须要胜 必须要赢 必须要战的决心 哪怕你面对的是我 哪怕你面对的是你们战家老祖 那么你面对的是这天地 要敢说一句 那又如何 唯一死耳 亡灵声音平淡 可落在战空列耳中 却是如若雷鸣 轰隆隆之下 他整个人彻彻底底的心神巨震 灯灯灯退后树步 眼中战意崩溃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丝明雾 退下 亡灵大袖一甩 战空列身影立刻后退 直接退出千里光幕外 他沉默许久 向着亡灵一鞠躬 坐在赤红之时上 默默地感悟 四周一片安静 那身前插着九把刀的黑衣男子 却是眼中露出夺人金光 他抬起头 望着亡灵 以一种沙哑的声音 缓缓说道 一语道出玄妙 胸台于道徒 感悟透彻 难攻 佩服 你有资格 接受我的挑战 黑衣男子声音落下 他根本就不问亡灵 是否接受自己的挑战 仿若这世间之人 能让他挑战者 便是拥有了莫大的荣耀一般 他身子并未起来 而是右手掐绝 向前一挥 立刻其身前九把刀一颤 一股极强的刀器 刹那间 从这九把刀 织上毕露 更是在此人一挥之下 九道刀器呼啸而出 直奔亡灵 这刀器太强 散出之际 仿佛蕴含了某种规则 居然使得起四周星空一阵扭曲 甚至那千里 笼罩的防护光幕 都为之颤抖 仿佛承受不住这刀器 将要崩溃一般 九驱天道 坐在白石之上的一个 修真家族老祖 看到这刀芒的瞬间 目光一闪 喃喃说道 四周之人听到这句话 一个个立刻目光闪烁 盯着那黑衣男子 各有心思 罗天南与南宫家的 九驱天刀神通 原来此人 是南宫家之人 当年的罗天南与四大家族 南宫 唐 湛 神公 这南宫家族 原本排名第一 但却在千年前 神秘失踪 其所在修真心上 更是半个南宫家之人都无 此事甚至引起了雷仙殿的注意 可是最终 却没有查出任何原因 难怪此人我从未见过 原来 是当年的南宫家之人 这种种的议论之声 弥漫之下 九把刀画作的刀器 却是带着尖锐的呼啸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亡灵而来 亡灵神色平静 那黑衣男子的修为 与他一样 都是窥涅出七 这九道刀器内 更是蕴含了一股破坏规则的狂暴之力 此刻冲来 却是把他前后左右一切退路 全部封死 唯一的选择 就是迎战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向前一步踏出 右手抬起 口中低音 呼风 面对此人 王林没有与其啰嗦 而是出手便是最强神通 他要的是第一 若是与此人纠缠起来 气势一弱 想要争这个第一 就有些繁琐 一股黑风刹那间弥漫天地 黑风无穷 仿若充斥整个星空 在这黑风下 那封锁四周的刀器牵引 没有任何阻挡之力 顿时在砰砰之声中 全部崩溃 化作一个个碎片 倒卷而回 黑风呼啸 散出无尽寒气 可以吹熄一切生命之火 此刻纵横之下 立刻化作两条黑龙 这两条 黑龙千丈大小 身子一动之际 便是轰隆隆的巨响回荡 黑龙猙獰 透出一股仿若天地之威 更是有一股浓郁至极的煞气笼罩 这煞气来自王林 这神通虽是呼风所化 但却取自王林原力 蕴含了王林此生的煞气 包括了他此刻浓郁的 战意 吼 一声剧烈的咆哮 刹那间响起 却是两头黑龙交错 同时吼出 一股阴风化作风暴横扫 那九道刀器 立刻砰砰碎裂 尚未临近 便立刻崩溃 星空中 千里光幕内 王林一身白衣 身体外黑风弥漫 两头黑龙环绕其身 沿出千丈身子 一声声怒吼咆哮 不断地回荡 王林神色平静 一步一步 走向那黑衣男子 你要站 那便站 平静近乎阴寒的声音 从王林口中传出 在这一刹那 四周所有看到这神通的修饰 纷纷面色大变 甚至就连那些家族老祖 也是一个个为之动容 这 这是什么神通 这神通太强 即便是有千里光幕隔绝 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心神微寒 仿若处身于寒冰之中 就连体内原力 都有些流转不变 这绝不是普通的神通 这许牧 不愧被称之为魔道子 一身道术 充满了魔性 太强 这种神通 太过可怕 若是我面对 定然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神通 此人到底从何处学来 却是从未听闻 姚家有雷锋之术 倒是与此神通有些相似 但威力上 似乎比之稍有不足 那身穿紫衣的雷仙殿老者 双目金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内心暗道 听殿主曾说 这许牧是清水仙君的隔代师弟 此言却有可能 就是不知 接近大城的九曲天刀 与只能画出两头黑龙的先帝之术 到底谁更强一些呢 黑龙咆哮 随着亡灵的脚步 疯狂地吐出阴风 弥漫之下 直冲黑衣男子所作赤红之时 那黑衣男子 双眼金光更浓 但他却仍未起身 而是右手掐绝之下 立刻身前九把刀中的四把 从石头上瞬息飞起 交错之下立刻旋转 一股风暴顿时出现 这刀之风暴一现 立刻四周的星空 出现大片的裂缝 仿若承受不住 天刀斩面 黑衣男子声音沙哑 缓缓开口 这四把刀立刻一冲 在不断的旋转中 却是形成了呼啸 与那风暴交错 立刻化作 是四把无边无际 仿若可以开天辟地的天刀 向这两头黑龙 狠狠地斩下 九曲天刀 这天刀 便是一股极致力量的展现 仿若这世间 没有可以在这天刀下 抵抗之物存在 在轻言两次 看见清水施展呼风之后 王林心中感悟不少 此刻操控 这呼风之术时 却是脑中不禁回想起 在雷仙界藏品阁第九层时 看到的那幅画 仿若 他自身画成了那童子 内心一阵明雾 王林双手抬起 好似于两头黑龙融合 推荐票貌似不多 这周的目标 是四万推荐 各位大大 莫要投给别人 要投 一定要投给俺 上午被拉出去喝酒 昨天没去参加婚礼 这次他们直接杀到家里来 不得不去 喝得大醉 此刻 却是头脑极为清醒 有种癫狂的感觉 我马字 马字 继续马字 哈哈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七章 明镇罗天 老子怂了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仿若在这一刻 他就是那童子 亲眼看见了先帝白凡抬手间 九条黑龙咆哮 天地色变中 一切生灵 全部都要祭灭 王林双目露出奇异之光 抬起双臂 掐着印记 立刻他身体外怒吼的两条千丈黑龙 龙墓内散出幽光 此光深邃 仿佛在这一刹那 这两条黑龙拥有了灵性 亦或者是从某种沉睡中苏醒 带着俯视天地的沧桑 卷着浓郁的黑风 直奔那四把天刀而去 天刀锋利 可斩天地一切 但 却斩不断黑龙之魂 第一刀在天地轰隆一声中 迅速落下 这一刀 带去了四周所有观看者的目光 仿若可以吞噬一切 在落下之中 更是扭曲了星空 仿若星空在这一刀下 也要被撕开裂缝 一头黑龙咆哮的昂起头颅 直奔那天刀而去 轰的一声惊天动地 那第一刀 在落下的刹那 却是从刀尖开始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卷起 这崩溃还在蔓延 疯狂地扩散之际 连续不断地轰隆隆之声响起 却是整个刀身 在刹那间 全部崩溃 在这一瞬间 第二刀 从天而降 这第二刀刚一临近 便立刻形成了一股强猛的风暴 这风暴之强 骇然听闻 落下之时 星空咔咔之声下 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之前第一刀崩溃卷起的碎片 在这一刻 也立刻融入这第二刀之中 第二刀 以一种奇异的呼啸 漠然落下 一阵令方圆万里内 轰隆不断地聚响 刹那间取代了四周一切的声音 回荡所有修士耳边 更有一些修为低弱者 被这声音所振 立刻双目涣散 这第二刀 融合了第一刀之威 直接落下 与那黑龙斩在一处 剧响之中 黑龙的怒吼疯狂地响起 这黑龙全身一阵 硕大的头颅猛地一甩 但听砰砰之声下 那第二刀 同样崩溃 第三刀 第四刀 瞬间来临 吸收了前两刀的碎片 那第三刀 更是尚未落下 便自行消散 融入第三刀中 形成了一股无法想象的刀芒 轰然间 落下 这条黑龙 在剧烈的咆哮中 身子崩溃 化作大片的黑风 卷向四周 与此同时 那最终的第四刀 同样在轰隆隆中 崩溃了 一同崩溃的 还有这千里光幕 它再也承受不住 这庞大的冲击 化作无数碎片裂开 千里光幕 不再 那剧烈的冲击 没有了阻挡 却是向着四周宣泄而出 四周的修士 一个个纷纷面色大变 各自家族的长辈 立刻施展神通 守护族人 只是那一个个侵蚀 却是在这风暴下 全部后退 更有不少直接爆裂 化作石灰 一时之间 这地言心外数万里内 仿若陷入一场浩劫之中 那盘西坐在赤红之石上的 黑衣男子 此刻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金光 其身下石头 碰得一声碎裂 他的身子 却是不得不飞起 剩余的五把刀 更是从崩溃的石块上飞出 紧随黑衣男子身后 男子面色苍白中 却是立刻后退 四刀 斩灭一头黑龙 这样的战绩 足以惊人 亡灵双目寒光一闪 第二头黑龙 却是咆哮之下 直接冲出 不是要站吗 为何退卷 他一步之下 仿若整个人融入那黑龙中 疯狂地冲出 直奔后退中的黑衣男子而去 黑衣男子眼中金光闪烁 露出浓郁的战役 文言脚步一顿 双手在身前环绕 猛地向外一推 口中大喝 天刀涂抹 他身外五把刀 立刻一阵 散发出尖锐的刀影 旋转之下 化作五道银红 直奔亡灵而去 在星空中 这五道银红 化作五把天刀 漠然间同时落下 直奔亡灵而来 黑龙咆哮 冲出之际 双目幽光一闪 亡灵盯着 那落下的天刀 脑中藏品格 第九层的画卷 越加清晰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在这一刻 亡灵的脑中 浮现画轴上 曾经出现过的字迹 黑龙双目幽光大农 却是在这一瞬间 张开口 吐出阴风 但 这阴风中 并非全部都是风 还有雨 雨虽不多 可的的确却是雨水 刹那间 这星空下 黑风横扫 在其内却是有百滴雨水融入 使得四周立刻笼罩在 阴寒的湿气之内 随着雨水的出现 那斩下的五道天刀 却是漠然间一颤 骑上传来啪啪之声 黑龙怒吼 一冲而出 与那五道天刀 迎面上 轰 轰 轰 连续不断的剧烈声响 使得星空晃动 使得四周出现无尽的冲击 万里外的修饰 一个个迅速后退 唯独一些修为高身者 才可以在这冲击下 纹丝不动 双目如炬 亲眼见证着 两大神通交错的一幕 黑龙咆哮的鱼音 尚在 但他的身子 却是消散 天地之间的黑风 此刻也是消失无影 王林面色略有苍白 身子更是退后几步 双眼金光闪烁 此人与我修为相当 但却是一大劲敌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一晃之下 融入天地 消失不见 黑衣男子迅速后退 面部已无血色 无把天刀 全部崩溃 伤了他的心神 他眼中却没有惊骇 而是充满了 更为浓郁的战意 一声狂笑中 他右脚向后一踏 止住了身子的后退 右脚踏下之际 却是星空中 传来一声崩溃的巨响 在他的身后 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痛快 我南宫寒字 刀刀大成以来 除了前辈高人大神通者 同等修为 从未遇到任何敌手 我问鼎 便是殷须下第一人 我杨石 便是窥念下第一人 你有资格 成为我现在的对手 黑衣男子南宫寒狂笑中 双手掐绝 在身前一晃 立刻其身体外星空扭曲 却是有九把虚幻之刀 漠然间出现 但 就在这九把虚幻之刀 出现的刹那 他身边虚空波纹一闪 王灵一步走出 右手双指成剑 毫不犹豫地点出 这一指 蕴含了王灵的道 蕴含了他的窥念原力 指出 便有黑白二色的阴阳双鱼旋转 仿若封印一般 漠然间落向南宫寒 南宫寒猛地转身 身子迅速后退 双手掐绝之下 身前虚幻之刀 立刻电闪而出 只是 王灵出现的太过突然 且距离太近 这九把虚幻之刀 只有两把形成了阻挡 在王灵目光冷卧 指出的刹那 这两把虚幻之刀 立刻崩溃 借着崩溃的瞬间 王灵的双指 向着南宫寒 眉心落下 南宫寒 双目瞳孔猛的一缩 一股从从未有过的生死危机 在刹那间涌现全身 这一刻 却是毫不犹豫的右手成长 一片荧光闪烁下 与王灵的手指碰在一起 轰的一声 一股狂猛的原力 直接冲入南宫寒体内 他整个人一颤之下 暴退而去 鲜血从胸中涌现 但却被他强行压住 更让他感觉惊骇的 则是传入体内的对方原力 居然是两道黑白之气 这两道黑白之气不断地破坏 极为坚韧 更是从其内 传出一丝异境的波动 王灵这里 指头已然失去了知觉 他胜在偷袭 对方抵抗之下 虽说也有原力冲入体内 但却可以抵抗 只不过这南宫寒的原力 仿若刀芒 极为锋利 传入体内之后 就仿若一把刀 机遇撕破身体 王灵眼中寒光一闪 却是没有后退 而是一步踏出 融入虚无 南宫寒看到王灵再次消失后 眼中瞳孔猛的一缩 双手迅速掐绝 口中低鹤 九驱刀阵 瞬息间 那崩溃的两个虚幻之刀 重新幻化而出 与其他七把交错 形成了一个刀阵 迅速旋转 化作无数银丝 立刻环绕南宫寒身体四周 猛地向外一散 王灵的身影 在南宫寒三丈外幻化而出 刀阵细丝铃声之际 他右手授骨图案一晃 却是立刻幻化 幽光闪烁下 那些银丝顿时散发灰光 借着这一刹那 王灵压下体内之伤 又一次消失无影 南宫寒倒吸口气 急速后退 口中连连大声说道 停 停 我认说 这没法打了 你拥有缩地成寸之神通 让老子怎么打 停 他不断地后退 更是变换方向 口中急速而到 我都认输了 你还阴魂不散 老子耸了行吧 不打了不打了 南宫寒苦笑 他也不想如此 只是 面对一个拥有缩地成寸的亏孽修士 实在是太过吃亏 此言一出 这南宫寒之前营造出的一代 修到强者姿态 立刻崩溃 在他二十丈外 王灵身影幻化而出 却是皱着眉头 看向南宫寒 他这一生与人厮杀 却是从未遇到过这种人 不打了不打了 等我感悟出了 缩地成寸 再打不迟 现在这样 我不划算 打不过你 南宫寒一脸憋闷 一晃之下 立刻后退 奔向一处赤红之石 那石块上 原本盘膝坐着一人 此刻在南宫寒一凳下 立刻之去 让出位置 王灵沉默片刻 收回目光 向四周一一看去 平静地开口道 可还有挑战者 四周一片安静 深宫虎默默地望着这一切 双眼暗淡的光测 却是渐渐明亮起来 望着王灵 眼中尽管没有了狂热 但却重新凝聚了崇敬 四周的修饰 一个个望向王灵 却是最终 也没有一人走出 徐墨 南宇一百零八仙第一 七日后 带余下一百零七人选出 随我去雷仙殿 紫衣老者 缓缓地说道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八章 明镇罗天 最后一人 好像是三更了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参与封仙之争者 有窥孽修士 但却不多 这一类修士 往往都已经成为了一族老祖 不会轻易现身出手 在他们的身上 有家族牵制 一言一行 每做一个决定 都要谨慎 在这小辈修士众多的风仙之争下 这些人若是出手 难免会留下与小辈抢夺的恶名 如此一来 反倒不好 毕竟很多人都已经看出 雷仙殿的这一百零八仙 要的是一股战役的昂然 要的是小辈之中的强者 虽然没有名言 但却能从蛛丝马迹看出端倪 如此一来 窥孽者参与并不常见 在这罗天南狱内 只有不多的几人 他们均都是一族老祖的身份 不便与亡灵结仇 毕竟许牧之名 太大 磨道子这个称呼 一直到现在 还透出一股血腥的味道 况且这许牧形势一向低调 眼下却是如此高调出场 要的 就是资格中的第一 既然如此 送他便是 没有必要出手抢夺之下 结了愁戏 七天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 这七天中 王林在地言心修真家族安排的居住之处 始终盘膝打坐 调整原力 保持自己巅峰的状态 以待进行这罗天心域内 最终的一战 这七日内 申宫虎是第一个到来者 对于王林之前修为之事 申宫虎没有再问 而是与王林论道 事后略有收获 躬身离去 其眼中的躬敬 虽说不浓 但却同样存在 显然此刻的王林 同样得到了他的认可 申宫虎走后 又陆续有人来拜 七天的时间 一直到第四天 才安静下来 只是 王林有心尽休 但却有一人 总是打扰 此人 正是那南宫函 南宫函缠 王林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缩地成寸 他每次来访 都让王林很是头痛 最终却是被那南宫函 扰得烦了 直接放出许立国 王林明确地告诉南宫函 这神通 许立国也会 说吧 也不管那南宫函 信不信 直接甩袖离开 在这地严心 寻找一处安静之地 静静地打坐吐纳 可怜的许立国 尽管南宫函不信 王林之话 但却发现 与这许立国很是投机 拉着许立国不放 不断地与之交谈 出使时 许立国还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时间长了 他却是有些受不了 到了最后 却是极为痛苦 他打不过南宫函 也不敢反抗 更是无法离开 只能哼哈地应付 内心折磨之下 很是期待七天的时间 快些过去 主子快回来吧 第七天 王林从打坐中 睁开双目 一晃之下 身影消失 神石一扫 找到了许立国所在之处 只不过 再见到许立国的一刻 王林却是皱起了眉头 许立国魔头之身 居然有了涣散 几乎就要崩溃 在他的对面 南宫函长嘘短叹 不断地语气诉说 许立国恍惚中 看到了王林 却是立刻激动起来 不顾一切地冲出 若是他有泪水 此刻怕事早就泪流满面 主子 你可算回来了 小徐子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想法了 求主子开恩 快让我回去吧 这人太可怕了 主子 你别把我抛下 小徐子离开不你啊 许立国的声音极为凄惨 王林上市第一次看见 如此凄惨的许立国 抬起右手把其收入储物袋内 目光一扫 落在了南宫函身上 南宫函的状态极佳 只是此刻却是有些尴尬 搓了搓手 他点头道 许兄 你这气魂很好 我与他一见投缘 日后要好好清静一下 王林皱着眉头 转身一步之下 消失原地 南宫函一脸遗憾 却是紧跟其后 他内心暗道 多好的气魂啊 可惜啊 打不过这许牧 不然的话 一定要抢来 罗天南宇余下的107人 全部选出 在星空外 紫一老者更是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枚黑色的石头 捏碎之下 立刻无数金光闪烁 却是在这星空下 出现了一座虚幻的阵法 此阵法极大 占据了方圆百丈之位 那紫一老者当先一步踏入 两个轻袍雷仙殿使者紧跟其后 进入阵法内 消失不见 余下的一百多人 陆续走入阵法中 王林便是其中一个 这108人里 战空烈 深宫湖等人 一一在目 阵法光芒闪烁 带着108人 消失不见 雷仙殿 是罗天星域内 极为强大的势力 甚至在经历了无数年后 在一代代店主的扩张下 隐隐成为了罗天星域内 明面上的最强者 雷仙殿所在 极为神秘 无人知晓具体的位置 即便是雷仙殿的使者 在回来之时 也是以特殊的传送阵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通路 此时 雷仙殿方圆10万里内 处处静置 一个个雷仙殿使者 以及如同蒲丛一般的修饰 纷纷弥漫 封仙之举 是雷仙殿无数年来极为重要之事 在这十万里内 尽致一切私斗 若有违反者 雷仙殿将会立刻干涉 在雷仙殿四周 此刻有四个巨大的传送阵 阵法光芒闪烁之下 北部之阵内 出现了一片人影 一个个修饰 在去往北部的雷仙殿使者带领下 一一出现 这些修饰一个个神情平静 少有来到雷仙殿后激动者 走出之际 一股战意弥漫 就在这时 南 西两处传送阵 光芒闪烁 几乎同时之间 便有大量身影涌现而出 王林身在其内 从阵法中走出后 目光在四周一扫 神色没有半点变化 雷仙殿 仿若凡人界帝王皇宫一般 极为庄严 其上更是有可怕的 静止波纹影会的透出 再感受到这静止波动的刹那 王林双目一宁 以他对于静止的了解 却是清晰的感觉到 雷仙殿上的静止 几乎可以达到恐怖的地步 即便以他的修为 若是处于这些静止之中 也是必死无疑 不但雷仙殿如此 在王林的目光下 他眉头缓缓皱起 这四周的一草一幕 甚至就连天空的白云 全部都蕴含了极强的静止 观察四周的 不光是王林一人 几乎绝大部分修士 都在宁神看去 就在这时 忽然东处 传颂阵光芒一闪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东部阵法光芒越加剧烈 其内露出三个身影 这三人 正是派往罗天东玉的 雷仙殿使者 他三人此刻面色极为阴沉 迅速走出阵法 甚至其中一人 走出几步后略意回头 看向传颂阵的目光 露出一丝恐惧 王林目光一凝 就在这时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从那东部传颂阵内透出 整个传颂阵光芒闪烁之下 却是只出现了一人 不用等了 其余的一百零七人 全部被我杀了 是三更了吧 还是两更来着 反正不是一更 本章完 第八百三十九章 明镇罗天 东陵许家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这声音 透出刺骨的寒气 与那血腥味融合 飘出之际 立刻让四周所有人 全部敢感受到了一股煞气 一道道目光如电 在这一刹那 凝聚东部传颂阵 渐渐地 那阵法中出现的人影 越加地清晰 露出了全貌 修长的身影 看起来约三十许岁 一袭白衣下 没有飘逸之感 反而给人一种阴森之意 尤其是此人的双目 透出冰冷的狂傲 蕴含了浓郁的杀鸡 传颂阵光芒闪烁 此人一步步走出 随着他的出现 血腥之味 更浓 弥漫四周 一群废物 这男子声音停淡 可出口之际 却是犹如天雷乍响 在这雷仙殿外 轰隆隆地回荡 四周修士 一个个均都是 罗天星域内的佼佼者 此刻文言 看向那白衣男子的目光 立即不善起来 王林神色平静 收回目光 这男子修为与他一样 都是窥孽初期 只是 在此人身上 王林却是有一种 奇异的感觉 他可以确定 自己绝对没有见过此人 正沉吟中 那白衣青年 忽然目光一闪 透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王林 再看到王林的刹那 这青年舔了舔嘴唇 向着王林 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 王林神色如常 平静地回视 二人目光 仿若穿过了人群 在半空中碰撞 这目光 本是虚幻之物 但作为修道者 目光 实际上便是蕴含了神识 双目交错间 就是神识之间的斗争 如同两把利剑 在半空中迅速交错厮杀 这一切是在刹那间发生 二人全部都是一处急收 那白衣青年 眼中露出金光 仔细看了王林一眼 刚才的神识交错 他不但没有压过对方 反而有种仿若 要被对方神识穿透之感 王林神色如常 收回目光 对方的修为 虽说同他一样 都是窥孽初期 但在其神识中 却是有一股诡异的力量 如此短暂的接触 四周修士能察觉者 不多 唯有四人 其中一人 来自罗天北玉 此人曰中年 面白无虚 最为奇异的 是他的右手 此人的右手 不是五指 而是六指 在其拇指上 还衍生出了一指 另外一人 同样来自罗天北玉 却是一个童子 这童子头颅硕大 看起来极为不协调 但在他的四周 却是有三丈方圆的空白地 显然是没有人 愿意与他接近 这童子脸上露出吃傻之笑 在王林身上一扫后 重点看向了 那白衣青年 脸上的傻笑 更浓 第三个察觉者 来自罗天西域 此人一身阑珊 相貌极为英俊 双目开合间 有金光露出 他盯着王林 眼中露出沉吟 最后一人 自然就是王林身边 南宫寒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 红霞弥漫 大片的云层云涌 迅速地凝聚而来 在众人上空 云层收缩 化作一个老者 这老者白发苍苍 先锋道鼓 现身之时 脚下有雷光闪烁 仿若整个人 踏在雷电之上一般 老夫雷先殿 接引使 就是你 杀了罗天东玉 其他资格者 那老者现身之后 一股磅礴的气息传出 弥漫四周 从他身上 展露出的原力 可以判断出 此人的修为 达到可亏灭中期 他盯着那白衣男子 声音透出一股威严 没错 白衣青年 神色平静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什么家族 那老者神色 看不出喜怒 低喝道 东玲星许家 这一代入世历练者 许听 白衣青年说着 目光投向亡灵 嘴角露出阴森的微笑 此言一出 尤其是东玲星许家 这五字 立刻犹如雷鸣 在四周漠然间回荡 一个个修饰面色大变 甚至还有一些人 直接倒吸口气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骇然 东玲星 或许向家才是最强大的势力 但若论鸣切 唯有许家 许这个姓氏 代表的就是无尽的杀戮 东玲星许家每一代入世者 都会掀起一场杀戮浩劫 凡是招惹者 立刻便会徒心 寸草不留 许家的威名 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血腥风暴下 彻彻底底的扬起 难怪此人敢同时得罪一百多个修真家族 东玲星许家入世者 看来这一次封仙之争 若是遇到此人 必死无疑 罢了 东玲星许家 一向心狠手辣 这一次 若是见机不妙 我便弃全 阵阵议论之声 此起彼伏 东玲星许家的名头 实在太大 尤其是那血腥杀戮的作风 更是让人心寒 那雷仙殿皆饮使 略移皱眉 平淡地说道 三日后正午 展开罗天雷仙一百零八封号之战 片许后 会有雷仙殿之人 给你们发令牌 安排住宿之处 说完 这老者顿了一下 目光一闪 在四周修士身上一一扫过 又道 你们之中 可有许目 此言一出 除了罗天南域外 西 北二域的修士 立刻一个个双目一鸣 各自表情不同 许目之名 对他们来说 不亚于东玲星许家 甚至很多人都怀疑 这许目 就是东玲星许家之人 亡灵晨音少请 抬起头 平静地说道 在下许目 瞬间 除了罗天南域的修士 表情有些复杂外 西 北两域的修士 全部目光 刹那间凝聚而来 魔道子许目 没想到他真的参与着 封号之争 许目 许听 这二人不知 是否有什么关联 这许目在姚家追杀下 不但没死 反而可以来到这里 不简单 原来 他就是许目 那六指修士 眼中露出寒芒 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 就连那大头童子 脸上的吃傻之笑 也是一顿 收了起来 目光落在王林身上 笑容再次出现 还有那极为英俊的 蓝山青年 他在听到许目 这个名字后 整个人仿若一把 出鞘之剑 锋芒毕露之下 死死地锁定住了王林 许目 那让子凤表妹 念念不忘的许目 这蓝山青年 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你跟我来 店主召见 雷仙殿接迎使 看了王林一眼 脸上罕见地露出 和善的微笑 身子一晃 直接飞向远处 王林略意沉吟 不去看四周修饰的目光 一步之下 出现在了半空 向前走去 雷仙殿老者速度不快 向前飞出之际 前方云层一一散开 王林在后从容跟随 表情平静 一路上 他甚至连一句话 也没有询问 老者眼中露出赞赏 笑道 雷仙殿很大 刚才所在之处 只不过是外殿而已 眼下我带你去的地方 是我雷仙殿的那点 王林点头 向远处看去 只见在朵朵云层 从身边划过之后 展现在王林眼中的 是一处处极为庄严的宫殿群 这些宫殿太多 但却并不密集 而是零散的分散 远远地看去 一眼 看不到尽头 凡人之中的皇城 与此相比 实在是大为不如 浓郁的仙气弥漫天地 仿若仙剑 王林目光凝视 却是发现 那一处处宫殿 绝非凡物 甚至此地那浓郁的仙气 正是从这些宫殿上散出 雷仙殿 共有一千三百七十二座大殿 这些大殿 全部都是历代雷仙殿殿主 从雷之仙界取来 老者言辞中 透出自豪 王林点头 赞赏道 雷仙殿 不愧是罗天心域第一殿 这种捧人的事情 无伤大雅 王林千年修道 早就看得透彻 老者哈哈一笑 说道 许道友日后成就定然不低 这雷仙殿内 定然有道友的一处位置 王林含笑与其闲谈 目光却是向前方看去 只见这整个雷仙殿 很多地方都有薄薄的雾气缭绕 其内一道道荧光闪烁 显然是雷电的神通 整个雷之仙界 几乎所有位置都存在静止 就连之前飞向此地的路上 王林也发现了不少静止 若非是 跟随在那雷仙殿老者身后 单单这些静止 就足以阻挡一切 随着二人不断的前向 渐渐地来到了雷仙殿内殿的中心 这里 有一处巨大的广场 青石铺地 阵阵雷光 在上闪烁不断 这广场很大 远远看去 怕是不下千丈大小 仿若游雷组成的池水一般 尤其是二人临近时 那广场之上的雷光居然掀起 仿若一张大口 向着二人吞噬而来 那老者哈哈一笑 拍了下储物袋 立刻手中多出大把的赤红色小果 一抛之下 这些果子全部落入那吞噬而来的大口内 一声嘀吼从广场上的雷光中传出 那些红色的果子 一个个全部消失 化作枝叶融入雷光内 使得雷光平息 不再阻拦 神仙果 王林看了那些果子一眼 许道有可觉的眼熟 此地封印的 便是雷之仙界内 那头守护门户的雷灵分身 雷仙界内 凡是想要进入者 都要拿出大量的生鲜果 喂食雷灵 否则的话 那头生处 却是不会让人进入雷仙界 我雷仙殿上一代殿主 以莫大的神通 历史无数载 终于从那雷灵身上 奋离出了一丝 放在这里 成为我雷仙殿的护殿神兽之一 本章完 第八百四十章 明镇罗天 西子凤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王林仔细地看了一眼 那千丈大小的雷池广场 收回目光 在老者引路下 一路直行 到了雷仙殿的东部 远远的 王林就看见一座 明显比其他宫殿 要庞大数倍的大殿 仿若一头巨兽趴伏在地 尚未临近 便有一股威压散出 在那大殿树里外 老者身子停下 笑道 许道友 店主只召见了你 在下不能相陪了 你自行进去就好 王林目光落在树里外的大殿上 向老者一抱拳 说道 多谢前辈带路 老夫哪里是什么前辈 许道友能被店主召见 日后定然绝非尺中之物 到时候 还要清静一下才是 老者摇头 向王林抱拳告辞 转身离去 王林谨慎地散开神石 向前飞去 渐渐地 距离那大殿越来越近 带到了近处 王林一眼就看到 在那大殿外 站着一个 死人背对着自己 但对方站在那里 却是仿若一座山峰耸立 严雷子 王林没有意外 身子临近后落下 抱拳道 参见严雷子前辈 我该称呼 你为魔道子许慕 还是来自联盟心域的王林呢 严雷子转过身 神色平静 目光落在王林身上 却是露出了一丝亚色 亏念 不错 很不错 王林神色如常 没有半点被点破身份的慌张 平淡地说道 许慕也好 王林也罢 前辈既把在下叫来此地 想必不是为了探讨出晚辈的真正姓名吧 严雷子看了王林一眼 嘴角露出微笑 眼中有赞赏之色闪过 他笑道 好 不愧是老夫的有缘人 我不管你是王林还是许慕 我问你 联盟心域之战 你可愿参入 晚辈力量微薄 即便是参与进去 也起不到作用 王林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窥虐修士 也敢说力量微薄 严雷子笑道 眼中 却又寒光一闪 王林沉音少请 点头道 既然严雷子前辈 如此看重在下 此战 我参与 王林内心 早在来这里之前 便已经把这一切想得明明白白 争抢这108先锋号 就必须要参与进罗天宇联盟之战 好 老夫当年给你的信物 你且收好 日后 说不定会对你有大用 也算给了你当初承诺的一场造化 严雷子袖子一甩 顿时一股狂风弥漫 在亡林身前形成漩涡 其内雷光闪烁 却是组成了一个传送阵 以此阵离去 三日后 老夫连同几个道友 亲自去看这次风仙之战 到时候 你师兄清水 也会去 严雷子说完 转身走向大殿 严雷子前辈 晚辈雷兽 可否归还 亡林望着严雷子 平静说道 打开通道之后 自会还你 严雷子身影走进大殿 消失不见 亡林沉默少许 抬起脚步 踏入漩涡传送阵内 出现时 却是在了雷仙殿外殿 四大传送阵之旁 四周再无人影 显然都已经被各自安排 亡林刚一出现 便立刻回头 只见在他身后 站着一个女子 此女相貌极为秀丽 仿若玉人 身穿青山水螺裙 前辈可是许慕 这女子声音清脆 极为好听 亡林点头 晚辈陈山 受使者之命 再次等候前辈 这是前辈此番封仙之战的令牌传送信物 至于前辈的居所 令牌内自有详细 陈山神色恭敬 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枚巴掌大小的令牌 交给了亡林后 犹豫了一下 双侠微红 轻声道 这几日 若前辈需要双修的卢顶 可通过令牌给晚辈传音 此次封仙之战 对于所有参与者 雷仙殿将给予一切需要上的帮助 此女说完 面色更红 攻身而退 其身影渺渺 离去时 隐隐露出衣裙下迷人风姿 王林拿着令牌 神石一扫 此物仿若欲减 其内有雷仙殿简单的地形图 以及一个没有开启的传送阵 寻到了居所之处后 王林身子一晃 直奔居所而去 三天的时间 转眼便过去 这三天中 王林始终闭目打坐 保持自己的修为 徘徊于巅峰之中 这第三天的正午时分 整个雷仙殿内 极为热闹 传送阵之光闪烁不断 一群群修士纷纷而来 此次封仙之举 观看者不少 首先是四大星域内的各个主星修真家族 这些人 只能获得在外围观看的资格 随后 则是罗天星域内 虽说次于姚家 但却高于主星的修真家族 如深宫 战等家族 紧接着 便是四大传承至仙界的修真家族 最后出现的 是与雷仙殿一同举行这封仙之事的 两个上古修真家族的族人 这些观看风仙之战的修士 数量虽说并非很多 但也有数万 在雷仙殿的安排下 以雷仙殿内殿为中心 搭建了一处处漂浮的平台 使得这些修士可以落座 风仙的战场 则是定在了雷仙殿内殿 那千丈雷池广场 在雷池广场外 有十多个白玉蒲团 散发出阵阵仙气 此刻 与雷子 便盘膝坐在其中一个蒲团之上 在他的旁边 清水仙君闭目打坐 仿若对眼前的一切 没有半点兴趣 随着观看此战的修士越来越多 像家的那位老祖 也一步之间 在半空中幻化而出 向与雷子一抱拳 坐在了旁边的蒲团上 二人正交谈中 那始终一身黑衣的公孙父姓男子 同样身影幻化而出 坐在了一旁 紧接着 姚家等四大传承至仙界的修真家族 纷纷有人来此 姚家来者 正是血神子 他与其他三个家族的老怪 来临之后 盘膝坐在了蒲团上 却是看都不看清水一眼 随着深宫家族与战家的到来 深宫老祖同列云子二人 相继临近 盘膝坐在蒲团之上 时间不长 又有一些修真家族的老祖 来此之后 落于蒲团 正午之时 已到 严雷子双目一闪 平淡地开口 罗天一百零八仙封号之战 开始 他的声音 化作无数雷鸣 在这雷仙殿内 轰隆隆地传递开来 随着声音的回荡 天空之上 立刻出现了无数传送阵 这些传送阵大小相同 数百个同时出现之下 却是从其内 露出一个个修饰的身影 王林 也在其内 血神子抬头 以其阴森妖异的目光 看了一眼王林 冷哼中 收回目光 面色有些阴沉 除了血神子外 远处的观看人群中 还有一道目光 落在了王林身上 西子凤咬着下唇 默默地望着天空中的王林 方兴忧叹 眼中露出一丝迷惑 他自从雷仙借回来后 心中便始终存有王林的身影 怎么也挥散不掉 尤其是听到王林被姚家追杀之时 他更是方兴颤动 可却没有办法帮助 整理日无心打坐 他得知王林逃出追杀后 极为欢喜 只是在这欢喜的背后 却有浓浓的苦涩 怕是 他连我的名字 都已经忘记 西子凤很美 这一点他自己很明白 有不少修真家族的俊杰之辈 都向他表达过爱慕之意 甚至家族中 最优秀的表哥西子墨 也对自己很是倾慕 可是 他在之前 对于这一切 却是极为冷漠 双修之事 更是从未在脑中有过 他的梦想 便是如家族老祖一样 成为一个修为通天的女修 可是这一切 却是在遇到了王林之后 全部改变 就连他自己都有些迷惑 只是 那脑海中 带着上百修士 冲入雷仙殿传送阵 那一声 让道下的心神震撼 却怎么也 消散不掉 原本西子凤以为 时间的流逝 可以把这一切淡忘 但 今日的相见 却是让他连下唇咬出了鲜血 都不曾察觉 只是正正地望着天空中 那想要熟悉 但却陌生的身影 西子凤的不远处 坐着一个老妇人 这老妇人 显然没有资格去那蒲团之上 但她的身份 却是这西家的老祖 她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西子凤 内心暗叹 孽缘 王林在半空中 神色平静 望着下方罗天星域内 绝大部分的神通修士 尤其是那十多个蒲团之上的诸人 每一个都拥有不弱于血祖的修为 甚至更有人远远的超过了血祖 随着天空上325个传送阵全部出现 所有争夺封号者 一一露出身影 颜雷子 神色平静 缓缓说道 此次封仙 分三观六道一线天 天地人三观 考验修为 玄通六道 轮回恋到念 经历三观六道 选出108人 神入生死杀戮一线天 取杀戮最多前36人 封天罡 赐予封仙时尚流明之际 此言一出 立刻在这雷仙殿 掀起巨浪 就连颜雷子四周蒲团之上的庶人 也纷纷动容 一个个立刻目光如电 盯向颜雷子 甚至那像家老祖 与公孙父姓的黑衣男子 也是一正 看向颜雷子 就连清水仙君 也是睁开双目 露出浓郁的寒光 沉生道 可是远古先玉 留在雷之仙界的那块封线石 来个几十票 让俺过过前三亿 本章完 绝开双目 绝开双目